花蓮市立幼儿园12号举办了小班学期主题的成果展 我嗨友 设置一系列的闯关游戏 期盼让小小孩从我被照顾的身份 认识自己 也能够认识同学 老师和学校 学习从团体体验 以及别人的交流 分享和互动 踏出社会生活的第一步 自从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她现在不仅会使用我们大人的抬头 那还会自己上完厕所 然后自己的插衣服 那而且在家也会帮忙 折衣服 算说还是很乱 对啊 那就是看着她生活的点滴慢慢感慨 其实是蛮感动的 如果没有就是照她的意思 她感觉就会哭很久 然后要哭到歇斯底里 还有办法慢慢的停下来 但上了幼稚园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努力 比较能沟通 然后在家里也是一个贴心的小帮手 然后会照顾美人这样子 所以其实她长大真的很多 从不会擦屁股到现在已经学会自己来 幼儿园家长分享看着自己小孩 渐渐学会独立感到开心且欣慰 华林市立幼儿园12日举办小班主题成果展 我嗨哟 举办闯关游戏 包含折衣服 认识班导师 辨别健康食物等 指派养成小朋友们的基本理解力 三岁进入团体生活本来对幼儿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她从主要的照顾者要进入到团体生活 就是对孩子的一大考验 那我们老师呢也透过了很多很多学习区的活动 然后培养生活自己能力 然后还有引导孩子如何社会性互动 这样的课程模式让孩子从我走到了我们 从认识自己进而认识同学 认识学校的生活学校的老师 那这次的成果展模式是用闯关活动来进行 那各个关卡都是幼儿们在学习区练习的成果 那有家长陪同一起去参与操作 那家长可以更了解孩子在学习区里面玩些什么做些什么 那他们成长的成长的部分家长就是会非常的清楚 华联士又表示上学是一个人生阶段的转变 小小孩从被照顾的身份开始学习独立面对陌生环境 体验和同学老师接触互动 包含分享、等待、沟通等社会技巧 持续从游戏、教具操作 开启小小孩踏出社会生活的第一步 这一场邦夜华联士报导 周小孩踏出社会道 这一幕后登岁